你打劲他什么情况啊 他怎么了 都烙了 真是一点掌劲都没有了 他前女友来看比赛 肯定压力山大 你说啊 这次ZGDX邀请你来看比赛 会不会有什么预谋啊 去去去 把你那奇奇怪怪的阴谋都收起来 帮我拿一下啊 我去趟洗手间 上厕所了吗 肾不好 童谣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童谣 好巧啊 你怎么来上海了 是来看我打比赛的吗 看你 我刚才看见你了 所以就想到 你肯定会来上厕所 就在这儿等你 你有什么事吗 也没什么事 就想问问你 最近过得怎么样 挺好的 你还在怪我 我当时真的不是不给你打电话 我们集训的时候 手机都收上去 同意放教练那边的 简阳 我真的没怪你 我只想心平气和地告诉你 我们已经结束了 你不需要跟我解释这些 不是 杨阳 你别 打住 你别这么叫我 听着怪别扭 你还有我事吗 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 童谣 不是 你一个女孩子 你来这儿不是看我打比赛 你能来干什么呀 虽然也用不着跟你解释 但是我还是告诉你 我来这里 是因为ZGDX找我打职业 别搞笑了好吧 你一个女的怎么跟我们打职业 简阳 你怎么还这么二 女的怎么就不能打职业了 你自己刚刚那番烂眼睛的操作 还不嫌丢人 还有脸在这里说我 是 万年竹 杨神居然选择了本命是神万年竹 为什么杨神在反本烈士的情况下 还是选择了自己的本命是神万年竹啊 是 因为万年竹这个士神 确实对操作和开团时机要求 非常的精准 如果你前妻不打出优势的话 后期还想取歇对方的C位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 ZGDX这把前妻不建立优势的话 后期很难打的 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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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直接往前推 办他 办他 往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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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跟上 跟上 对面打野才上了麒麟了 一会儿明神老毛小心一点 好 得令 我去蹲一步 你们找机会 明神刚刚那屋是受伤的原因吗 老K 杨神他不在自家野区 你要小心啊 好 青彩要来了吗 下了麒麟被抢了 来了 好 拿到了麒麟的杨神更生一丑 漂亮 拿起了一鞋 杨神干掉了老K 老K稳住 我们拖时间先发育 来看此时杨神的动向 哦 露了些视野 灵神往左靠 简阳在右边错峰 杨神怕是要搞事情啊 小花上去供应冥神 好 好 小花在供应 Left 要去开掌了 小花 馅 收到 ek даже 快 ek 快 와서 诶 不对啊 层子怎么来中路 诶 你是 诶 你是 诶 你是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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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果然不愧是我诚哥呀 太说了 在一边的情况下 可以躲到百分之八十的镜头 不是诚哥来中路 你不说呀 你记号了 我看小唱在线上 我以为诚哥回家了